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学历 有相貌 有财富 做事好爽 烟能不让周围的女人喜欢 从1992年开始到2011年 李泽凯交往的女友多达8个 而这些前女友中有大律师 主播 商界女精英 法官 演员等等 不得不说李泽凯这一生的桃花孕可谓颇多 当然了 李泽凯走马光花式的恋爱却为何独宠梁落实 偏偏让他怀孕生子呢 外界对于这对感情可以说是各持己见 什么样的说法都有 我们觉得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李泽凯对梁落实动的真感情了 而且有意取他为妻的意图十分明显 两人有缘丧失一场 可以说是多亏了女星杨子琼这位红娘 当时的梁落实可以说是在演艺圈发展并不顺利 出身贫寒的他毫无背景 长时间被英皇公司血藏 而自用不服输 生性叛逆的梁落实 鼓足勇气 还和英皇大公司大打官司 刚开始梁落实可以说是毫无受损可言 不过恰巧这个时候 李泽凯出现在了他的世界中 那么一切困难显然可以迎刃而解了 据传李泽凯花重金为梁落实赎身 才得以让梁落实打赢这场官司 李泽凯在梁落实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了 岂能不让梁落实对他感动和崇拜呢 那时候的梁落实才20岁 他把女人最好的青春交给了李泽凯 对于酒精商场的李泽凯来说 梁落实是一位毫无心机 清纯善良的女孩 而42岁的李泽凯也是时候要认认真真地谈一场恋爱了 俗话说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 什么事都能够水到渠成 很快梁落实怀孕了 而且还生下了男孩 航门历来讲究一个门当户对 不过此次梁落实未婚先运但下男婴 虽未能够敲开李家大门 但这位长子却颇受李家喜爱 李嘉诚还亲自为他赐名李长治 李泽凯亦对这个儿子十分认可和宠爱 不仅大手笔的赠送豪宅别墅给梁落实 一切装修风格全由梁落实做主 然而梁落实即便为李泽凯诞下了儿子 但是并非意味着就能够顺利嫁进豪门 梁落实的学历和之前走世的职业 都是他的一大短处 男人的差距显而易见 当然了 对于李泽凯来说 也许不会太在意 不然也不会轻易让梁落实怀孕 其实网上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 表示掌门人李嘉诚虽喜欢孙子 但对梁落实进李家大门持反对意见 但是真相究竟如何 唯有当事人自知 不可否认李泽凯对于梁落实的确出乎了 以往那些女友的宠爱 要不然也不会选择梁落实为其生孩子了 导致两人分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但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梁落实的性格 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的梁落实 性格上颇强势 他不会像一些女孩子一样 面对金主男友 显得很温顺 甚至爱得很卑微 然而当梁落实没看二日度 再一次为李泽凯生下双胞胎儿子后 李家这边依旧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态度 一向有主见的梁落实 也似乎感觉出了自己的豪门之路很难实现 故而提出了和李泽凯分手 但他在孩子的抚养权上丝毫不让步 最终和李家达成了协议 由他和李泽凯共同抚养 分手后 梁落实把所有精力花在了照顾三个儿子身上 而李泽凯则又开启了新一轮的感情战场 直到遇到了小26岁的郭家文 才停滞了下来 也许在郭家文身上 李泽凯又似乎感受到了 昔日遇见梁落实般的单纯 故而两人的感情十分稳定 郭家文是第二个 让李泽凯交往这么多年不分手的女友 不过 李泽凯如今和梁落实已经分手十年了 但又迟迟不娶郭家文 实在令人难以捉摸 也许郭家文注定只是李泽凯生命中的一个过渡者而已 因为在他心中 也许还是有梁落实的位置 而且李泽凯十分宠爱大儿子李长治 可以说是一个称职的老爸 原本在去年的情日节这么重要的日子 李泽凯却选择了陪伴儿子 而毅然把郭家文放在了一边 由此可见 女友儿子孰清孰昼 一目了然 当李泽凯和梁落实重聚在一起时的画面 可谓相当有一种CP感 对于梁落实的这一段人生 有人看到的是金钱和欲望 有人看到的是爱而不得的苦 有人看到的是豪门恩怨 只有梁落实自己知道 他牺牲自己前途光明的事业 把自己关在楼中 用青春陪这个男人走过七年的路程 为他生了孩子 换来了过亿的身家 究竟值不值得呢 2018年 梁落实来到内地做个辩论类节目 他大声地介绍自己 大家好 我是选择过但不后悔的梁落实 当主持人问他 你认为自己是不是人生赢家时 他说 我不这么认为 人生赢家只是外人这么看我 因为他们看不到我的孤独 我想他是渴望得到这样的伴侣的 在这场豪门爱情里 他爱过拿得起也放得下 不曾说过一个悔字 最幸运的莫过于他得到了三个孩子 虽然成为了单亲妈妈 但除了没有爱情和婚姻 其他世俗的一切 看起来他都有了 而那些还在为生计奔波的人 看到的是他和李泽凯在一起后 他得到了豪宅和钱 难听的说他是捞女 好听的说他是人生赢家 如果在这个世界生存 光有钱就够了的话 那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豪门悲剧发生呢 梁洛诗从童年时期的贫困脱离出来之后 他想要的不再是金钱名利 他要的是完整的人生 体面的生活 如果梁洛诗当初没有和李泽凯在一起 他恐怕已经是英皇打造的好莱坞巨星了 如果以这个地位和身价 他完全可以做自己的女王 李泽凯虽然给了他深潜力 但也让他输掉了深厚名 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 26岁的他再度付出 已是过气女星了 纵使李泽凯家常万贯又如何 活在豪门的掌控下 没有自由 没有事业 这是他想要的吗 为李泽凯生下三个孩子后的梁洛诗 终于明白 女人不可能靠着依附男人而活 所谓豪门贵胄多红颜 今天他可以爱上你 明天他也可以爱上别人 那场万众瞩目的豪门脸 对梁洛诗来讲已经成为过去 对李泽凯来讲 不过只是换了女主角 分手后的梁洛诗被记者拍到 在商场挑选逆衣 最后选了三包 打完折 平均每条40块的平价内裤 对待孩子也是尽可能的朴素 经常步行接孩子放学 也喜欢带孩子在第一道的普通人 都消费得起的餐厅吃饭 如今 梁洛诗再度复出 虽然早已失去昔日的光环 但这种坍坍失失的 双脚走在地上的感觉 更加真实可靠 不是吗 不是吗